香港乐坛的两位长青数谭友林和李克勤号召力果然惊人 年底左邻右里演唱会即早前宣布加开四场后 在月21号宣布加开两天日场 一天两场演唱会 虽然号称年龄25岁的谭友林和李克勤还是请假断练 最近更是迷上了郑多艳的健身舞 蛮好玩的 还有其实我没有觉得太困难了 没有了 难不倒我们了 上次你练了一会儿 觉得效果怎么样 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有待改善 两位大叔跳女生的健身舞姿态可笑而知了 李克勤就表示在家练习的时候 奇怪的舞姿令儿子大为费解 两人还开玩笑说考虑推出教学视频 亲身示范 他不晓得我在干嘛 他问他爸爸为什么好像一棵树 这九百 断了 没想到他对我这个相机来的 对就用我们那个演唱会的主题曲 对对对 来做这个音乐 谈到近日在香港吵得沸沸扬扬的免费电视发牌仪式 蔡永林表示演艺人协会应该已经在商讨事件 只是尚未有公开声明 而他自己一同意多增免费电视台是好事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团队 中文字幕团队 在表面中